人类连续15天不睡觉会死吗 相信手机前的你经常熬到凌晨 别看了 说的就是你 那么人究竟可以多久不睡觉 1940年 前苏联一群科学家为了 提高士兵作战能力 开展了一项疯狂的研究 他们在监狱找到了5名战俘 研究人员对进行实验的犯人承诺 如果他们能坚持15天不睡觉 就能被无罪释放 这5名战俘被带到了 一个完全密封的房间 里面配备水和食物 连书籍这些娱乐设施一应俱全 会通过房间里的 麦克风听到受害者的声音 为了防止战俘偷偷睡觉 他们往里面释放了一种 尼古拉耶夫的气体 主要是提高他们的兴奋度 实验第一天 战俘们在房间畅谈有说有笑 并憧憬着离开监狱后的生活 实验第五天 随着科研人员提高气体的浓度 他们不再交谈 只听到战俘的喃喃细语 实验第七天 这5名战俘开始焦虑 并不断拍打窗户 谩骂着房间存在的一切 氧气浓度证明还有人活着 当实验进行到15天 科研人员打开房门 发现一名战俘已经死亡 并且被剖长破度 现场一片狼藉 其他战俘也在这个实验中疯掉了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